位在新店央北青年社会住宅的更新诊所 由天主教更新医院医疗团队进驻 虽然是基层诊所 却设置了多种课别 包括了嘉一科、小儿科、密尿科、复健科、骨科、心脏内科等等 提供各年龄层看诊需求 近年来因为老年的情况越来越多 然后加上我们同时也有日照拖劳的服务 所以有加入了骨科、复健科等等 这种可以服务老人族群的相关科 然后另外又加上密尿科 因为男生年纪大了之后 多少都有些密尿科相关的问题 所以目前大概有这些初步的科别 此外诊所也设置有插音波、X光机、心电图等校机密仪器 让看诊民众除了基本的医疗 也能够接受进一步的检验 获得妥善的医疗照顾 我们这边除了引进新的X光机之外 另外还有抽携跟医疗的检验科服务 那再加上我们又有新购入一台超音波机 然后还有整个药区也都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其实这个规模几乎是等于一家小型的医院 几乎是在诊所的范畴里面 很少看到有这么多额外的检查的设备 我国推动分级医疗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 饶式希望让医学中心等大型医院 可以专注照顾其重症病患 鼓励民众有病先到地区医院或诊所就医 有需求再转诊到其他院所 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减少奔波医院的时间 也大幅降低看诊费用 几大医院的话 当然第一个就是看诊时间比较长 那随着健保制度的调整 之后在比较大的包含医疗中心 或者是区域医院 可能部分负担的费用会调涨 那在诊所的话可以用比较少的看诊时间 然后几乎等同于医院的医疗品质 台湾人口老化快速 高龄医疗需求也大增 因此更新诊所 特别开设了复健科 骨科 泌尿科等科别 安排专科医师看诊 另外还规划了复健中心 让社区老人家可以就近接受服务 同时更期盼 未来阳北地区居民大量增加之后 能够肩负起社区居民的招呼工作 有效发挥基层诊所功能 提供完善且贴心招呼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